卷天姐姐 我是冉冉 你在哪儿啊 青天姐姐 青天姐姐 怎么又是这儿啊 叶青天 你到底在哪儿啊 这个镇子里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 为什么这里给我的感觉这么熟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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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我听错了 不对 这个地方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为什么总回到这个地方 是谁 红颜 你最好保证苏然人没有任何事情 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大哥 二弟 让你练功 你怎么又在偷懒啊 今日军中事务繁忙 许久没有与你一起切磋武艺了 来 让大哥看看 看看你有没有懈怠 好 大哥一直以来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一定要成为将军 为国镇守边疆 来 好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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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大哥怎么了 小声点儿 别吵醒他了 看 不好了 他醒了 那我就没办法了 去吧 去吧 大哥 大哥 你怎么 我是秦朗啊 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是 师 师姐 仁仁你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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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你 乱 人 端 什么 你救救把我大哥走了 我要杀了你 大哥 醒醒 我是秦郎 我最喜欢骨肉香残了 哥哥 想耍弟弟 哥哥 你心疼吗 我怎么了 你 我 我什么都没做 只不过他啊 非要保护属下 非要保护他们 我 我想落个清静 但是 最后 还是他 亲手杀了他们 不信啊 你看啊 大死杀的人 大死杀的人 杀起人呢 还真是不一样啊 大哥 大哥 你 放手吧 大哥 大哥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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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儿啊 你怎么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呢 你们 你们 你们是谁 宋女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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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来找然然的吗 然然 你看看这是哪儿 淮然 三年不见 你还好吗 燃燃好得很 燃燃都想死宋女师傅了 可是 这三年 你一直都不让我去看你 师傅是话外之人 不能插手太多世间之事 燃燃 你虽然命运坎坷 但你不凭然 却依旧能保持心性纯净 为师 很是欣慰呀 宿女师父 你们一个个的都说我命运坎坷 可是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呀 你想啊 我有爹爹 娘亲 哥哥们 表姐 还有师姐 二师兄 九师兄他们呢 而且我还有宿女师父你对我好呀 所以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命运坎坷 好孩子 那你还记得为师教过你什么吗 当然记得啊 只是 虽然宿女师父把自己毕生所学 都倾囊给了冉冉 可是冉冉天生愚笨 到现在只是会一些雕虫小技 冉冉 师父在你脑中插了三根金针 让你遗忘了太多的事 为了为师 你想一想好吗 冉冉 放下手中之物 我 这些人是在干吗呀 他们遇到了鬼打墙 鬼打墙 没错 在昼夜交替 天地阴阳之气相冲的时候 人的五感会完全迷失 便会遇到鬼打墙 那应该怎么破解呢 你觉得该如何破解呢 我知道了 欲先取之 必先欲之 他急封了我的五感 那我就顺了他的意 不见 不听 不思 不闻 不摸 如何 那你来试一试 冉冉 师父不能再保护你了 走之前告诉你一件事 这个极恶世界并不存在于人世间 每一带湿水红颜 都会在这里完成传承 一切的一切 要么从这里开始 要么在这里结束 师父教你的破解之法 你得记住 等破针之后赶紧逃出去 再别碰到他了 他 他是谁啊 师父已经不在世间里了 再也不能教导你了 不可能 宋女师父 宋女师父 师父不能再保护你了 然然 不能再保护你了 宋女师父 你不要走啊 宋女师父 宋女师父 然然 然然 过好大 宋女师父 πό完 燃燃 我好像 听到小燃燃的声音了 你说 我要不要去安慰她呀 站住 石水红颜 你 宋女师父 宋女师父 燃燃 玉璇 你终于来了 你的真身在哪里 你自己找找看啊 宋女师父 燃燃 燃燃 小心 小心 秦郎 你怎么在这儿啊 站住 快点过来 秦郎 你怎么在这儿啊 快把我解开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怎么又换了个地方啊 不知道 燃燃 你是怎么到这儿了 我不知道 走着走着 我就莫名其妙地走到这儿了 你怎么会有 谁想到这里这么古怪 这里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 试水红颜的根据地 我之前 是从客栈过来的 一路跟踪她 没想到 试水红颜 就来到这儿了 秦郎 我问你 你刚刚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我看见了 我刚才 看到了我死去的大哥 你呢 我看见了我的宿女师傅 他告诉我 这里不是一个 真实存在的地方 而是一个阵法 是传说中的 一仙宿女吗 那他可有告诉你 结阵之法 倒是有一个 可以结阵的办法 但是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我们走 难道是老天爷 不想让我们找到 解救妹妹的办法吗 我记得冉冉曾经对我说过 宿女师傅跟她说 她脑内有三根金针 可以保她五年性命无忧 在这五年内 她则会潜心研究出 彻底击败红颜之毒的方法 可是 现在宿女师傅忽然死了 肯定是有人 想阻止宿女为仁然解毒 才杀了宿女 好 对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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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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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吗 凡是进去过的人 全都死了 变成了亡魂 这里的每一栋房子 每一寸土地 都是亡魂所化 即便如此 你还是要进去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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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娄轩也不见了 那个娄轩平常见到我妹妹 总是一副很奇怪的样子 该不会是 把妹妹骗回家了吧 你脑袋光丽 天天想的都是些什么呀 我这不是怕妹妹吃亏吗 要是妹妹出了什么事情 我一定找那个娄轩拼命 你们俩能不能提点 有建设性的意见 这来来回回 我都找了两天了 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吗 当务之急还是得查清楚 妹妹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决定了 我要去找静慈那个老道 他不是会算天吗 我让他给我好好算算 妹妹究竟在哪儿 静慈道长 静慈 静慈道长 你别睡了 我妹妹丢了 我妹妹丢了 谁丢了 我说我妹妹丢了 你刚才说谁丢了 我说 你别睡了 你快醒醒啊 我 你让我看到前面 我应该会又跑越来 ��iz 你悉�를 你快快来救救我啊 你快来救救我啊 我 我一来救救我啊 你快来救救我啊 我会救救我啊 我去救救救我啊 我跟摇辟去找妹妹了 你们在客座等我 别啊 别走啊 别丢下我一个人啊 妹妹 你究竟在哪啊 我们好像 又回到原点了 是啊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我们都来这儿四次了 你看看这里 那里 还有那里 一点风都没有 一点声音都没有 再这样下去 我们还怎么破阵啊 不对 我好像来过这里 你是说以前吗 这里的一花一草 我都感觉很熟悉 我应该来过这里 我现在感觉 我们像被困在鱼缸里的鱼儿一样 怎么转都会回到原地 那里 那个地方 我一定什么时候去过 我一定去过 我一定去过 它很快 sevi 师父 您的容器 徒儿给您带来了 起来吧 真是我的好徒儿 不过 师父可没有忘记 之前你跟若萱 把师父囚禁起来的是呢 师父 那个地方又黑又冷 而且没有你陪我 师父当真是十分寂寞吗 师父 别害怕 师父知道 你一定啊是被日轩带坏了 所以师父不怪你 不是不是 不是的师父 师父啊原谅你了 不过在那个地方待了那么久 师父还真有点生气呢 师父被关在那个 又黑又冷又常湿的地方很久呢 师父该怎么惩罚你呢 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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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怎么就不记得 师父跟你说过的话呢 你忘了 你就是个扫把星 谁跟你在一起 都得死了 露林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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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林 露林哥哥 你醒醒啊 露林 露林哥哥 露林 露林 没有人需要你 没有人会爱你 没有人爱 你辈子 孤孤单单的 孤身一人 就和师父一样 啊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师父告诉过你 师父最讨厌你 楚楚可怜的样子了 妹妹 妹妹 今天你在哪里呀 小师妹 妹妹 小师妹 妹妹 小师妹 妹妹 小师妹 伤到哪儿了 你干嘛呀 走 让我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呐 走个路都能把自己摔了 那又怎么样 要你管 我爱管 反正我不用你照顾 一个女孩子 逞什么抢 你看 伤到了吧 管得着了吗你 你们女人呐 就应该呆在家里 遇到危险的事情 就交给男人去做 哎呀 什么事儿啊 好可爱的小女孩儿啊 小师妹 妹妹 她是谁呀 她是谁呀 她是杜瑶兵 她来自哪儿 太乙山 她 你都知道了 她是杜瑶兵 她是杜瑶兵 我们争执了那么多年 可人无定了 会有的 你还是那么笃定 我不行了 我要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从天黑走到天亮 又从天亮走到天快黑 累死了 还好 我们总算脱离之前那个位置了 是啊 至少我们没有回到原地 方才 我们想摆脱那个地方 反而却停留在原地 可后来 我们没有目的地乱走 反而就出来了 好 这中间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在昼夜交替 天地阴阳之气相冲的时候 人的五感 会完全迷失 便会遇到鬼大墙 那应该怎么破解呢 你觉得该如何破解呢 我知道了 欲先取之 逼先语之 他既封了我的五感 那我就顺了他的意 不见 不听 不思 不闻 不摸 昼夜交接时分 也就是说 这里时间不管怎么变 外面的时间 都是昼夜交接时分 可也不对啊 有可能 是这里不是真实存在的地方 所以有人控制这里的时间 如果能控制 那就一定能破解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不见 不听 不思 不闻 不摸 就是不用理他 海燕 月轩 月南 月淫 我想起来了 对不起 我们 還是不能在一起 玉玉 你剛才還是好好的 日暄 玉玉 還好 在我最後一刻 姐姐 我愛你 我 我 我記起來 不對 是 还是不对 七绝 无涉嫌人的七绝 七绝 原来是这样 什么意思 表哥你看 这七绝心法 是无涉嫌人多年的心得 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 但是 这里面 却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要么 彻底成为无欲无求的人 要么 谁也无法练成七绝 没错 人不可能做到彻底无情无欲 所以没有人能够彻底练成七绝 强求者 必定身心受损 这里还有一本 这本书上 记载了很多解读的方法 想必 宋女师傅应该都给冉冉试过了吧 方法 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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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冷 来 小心 来 停 怎么又来了 七哥 五哥 表姐 三哥 师姐 你们 没人 你冷静下来 他们都不是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 他们就站在那儿 你听我说 你大哥秦涛他也在里面 但是他早已去世了 而且早已入土为安 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真的 无见 不听 不撕 不闻 不摸 住手 我一直都想问你 你是如何做到让这些怪物听话的 是 我 我 那 不是 不 是 我 你 是 你 你 我 是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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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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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屏蔽五感 而是屏蔽四感 只要我们一直跟着一个声音走 一定能破阵 妹妹 青天 妹妹 然然 往这边走 小师妹 妹妹 青天 小师妹 青老 跟紧我 一会儿 不论我走到哪儿 跟着我便是了 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 还是万丈悬崖 只要我往前走 你就别拦着我 哪怕前面是万丈甚渊 刀山火海 只要你往前 我绝不后退 小师妹 往这边走 小师妹 你来啦 小师妹 就起来呀 刀长 刀长 瞧见你醒醒 我已经站了整整一天了 我还要去找我妹妹呢 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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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饶了我吗